很多人對於聽到五穀雜糧就覺得 好像不好吃 蒸籠鋪上粽葉加入紫米五穀飯 再放上豬肉內餡 就算不會包粽子 一樣可以在家品嘗美味肉粽 尤其用雜糧取代糯米 搭配莲子 薏仁等全穀類 富含維生素B群和膳食纖維 不只口感豐富 還能增強免疫力 這些膳食纖維呢 它富含了維生素 也富含了礦物質 國人缺的鑫 鐵 維生素B E等等 在面對疫情過程中最需要的免疫力 可以從這些全穀雜糧 跟未精緻的膳食纖維裡面來獲取 疫情期間提升免疫力很重要 根據國民健康署飲食調查 青少年和男性朋友 普遍膳食纖維攝取不足 料理達人Amy教大家 如何做營養美味的粽子 營養師也分享肉類挑選秘訣 減少身體負擔 同樣都是豬肉 但是你可以選擇是豬鹼 它是一個脂肪比較低的部位 所以整體來說熱量又會降低了蠻多 那就比較不用去擔心說 我吃粽子熱量高 然後過了端午節就變胖的問題 營養師提醒 糯米加上高油脂食物 容易造成胃酸過多 導致消化不良 建議端午節吃粽子 最好還是要搭配蔬果才均衡 最重要的是適量就好 以免造成身體不適 記者邱世民台北報導